今年6月中旬 解放军公开宣布新一代战机歼20 已经列装多支部队 但是下部队还没有多久 现在传出歼20又有新的发展计划 就是研制衍生型的双座歼20 而且是针对美国而来 其实是使用大量的AI技术 让无人机能够跟有人机 以自动的方式伴随无人机执行任务 第二就是让无人机进行防控网穿斗等等 执行这种比较危险的任务 所以现在看起来 接下来似乎未来是有这个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需要改造的装作机 如果有这样的讨论 或者也许它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揶走美国这种方向 因为中国大陆无人机的发展 其实非常的发达 想法并非空穴来风 有评论认为 这能提前实现歼20 具有部分六代机的作战特点 因为增加了后座的武器官 除了可以控管电子站和对地攻击任务 也能分担前座飞行官的压力 一旦中程辽机的计划成功 武器官还可以操控无人机协助有人机作战 强化精准攻击 不过这样的改装工程 势必会大幅调整 歼20现有的机体结构 牺牲掉部分优势 具有伤筋动骨的高风险 可是美军现在整个国家战略 从2080年回到大国定战 整个美军现在都动起来了 不管是剧作发展 西太平洋的部署等等 作战概念的调整 整个完全已经是 开始在这几年会脱胎换工 现在美军结构金要做的事情 只是希望差距 因为美军现在又开始往边通了 它已经停在那边不动 它现在呢要做的就是 我不要这个 我不能追这个 当时同志的美军 我要追现在正在跑的美军 以前呢就是敢打必胜 地面苦练空中惊飞 现在的话强调飞运 新一代飞运 更多的是你的学习力 对信息的获取判断的能力 要远远大于以前 永远是人能装备的合体 一加一必须要打于二 也有专家分析 解放军之所以急着为歼20 寻找下一步出路 原因就出在美军 已经着手破坏新形态下的 空中军力发展 让解放军感到盲刺在背 就在美中情势 剑拔弩张之计 尽管两边阵营 抬不到公然翻脸的地步 但是台面下的军事较劲 早已是鸭子划水 各自努力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